3 2 1 明鏘出發 明鏘聲響起 民眾從必殺魚港出發 健行到草進公園 雖然外頭下著雨 但民眾熱情不減 來到草進公園 台上新住民穿著傳統服飾 表演舞蹈獲得台下掌聲 謝謝我們藍芯 藍芯全國藍芯全衛 跟我們一起共同辦理 我們是進了辦了第八年 我們有所有三十餐的 泰國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緬甸 所有的東南亞美食 歡迎所有的 今天有三千多人來參加 歡迎大家運動 吃美食 中大獎 我們國際藍芯呢 它是一個國際性的婦女組織 Sarotamist International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Invest Dreams 一個大夢想計畫 就是女人幫助女人 我們希望女性經濟富權 也讓這些原住民 新住民 弱勢婦女 或者受暴婦女都能站起來 但是我想新住民更不一樣 我們的新移民代表了新生的力量 那我們期盼它跟我們一起 我們也跟他們一起來 帶動讓我們台灣有更美好的未來 新住民人口已經突破一萬人 那這個其實是佔來基隆市人口 已經將近到三十分之一 其實等於說我們每三十位市民當中 就有一位是我們的一個新住民 那更多的是我們 還有包含新住民的一個下一代 那其實這個就代表說 我們在地方上面 我們會接觸越來越多 不一樣的一個市民的一個組成 那所以其實透過這樣的活動 來瞭解不一樣的文化的一個內涵 其實也可以增進我們對於 他們的一個過去 或者說他們習慣的一個瞭解 這個活動是我們基隆市體育會 長期來推動全民的健康 以及呢 要我們大家來參與 我們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建勤活動 全國新住民健走即嘉年華活動 15號登場 吸引了三千多位民眾參加 現場安排了美食攤位 充滿了異國風情 讓民眾免費品嘗 新婦禮有帶我們志工隊 二十幾個人來參加 那個全民健走 今天正好遇到下雨 希望今天大家遇水則發 激發我們的機力 還有我們的肌耐力 對 讓我們都很活潑 很陽光 內政部長林又昌也特別參加 和新住民熱情互動 向大家熱情的打招呼 我想新住民的朋友 就是我們台灣社會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這個新住民的一個業務 也是內政部的一個工作 所以今天在曹青公園 舉辦一年一度的這個活動 特別來參與 那過去我在擔任基隆市長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每年來參與 所以跟所有新住民朋友 大家非常熟 所以今天一方面是用 內政部長 新的一個身份 來主持來參與今天的一個盛會 那另外就是回來看看老朋友 感謝我們全國體育總會 還有我們基隆的這個 這個政警州理事長 汪輝理事長 來舉辦我們這個 全國新住民的這個表演 等等的活動 我想基隆400年來本來就是一個 多元開放包容的族群 那這400年來 我們這樣子呈現我們的不同的 異國文化 這邊就是一個這個 非常融合多元的一個社會 跟城市 我想這也符合我們海港精神 謝謝大家 大家都是台灣人 大家都是基隆人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共好 基隆市的新移民呢 將近有2萬人的新移民呢 那我們現在不但把新移民 當成基礎市民 把新移民的家庭 包括新二代 他們所生的孩子呢 還有這些專業的人士來基隆工作 來基隆讀書的這些僑生 或者是我們的新移民的好朋友 國外的朋友 我們希望在基隆共同的發展基隆 成為能夠帶動就業機會 又有有愛情 然後行人友善 各種配合基隆市政策 來推動的一個社會 基隆市民政處呢 在這個職務上 是我們應該要共同的 來融入我們所有新移民的生活當中 一起來努力 新移民代表的 不管是在多元文化方面 或是說在其他的賠利方面 那我們政府都非常重視 今天體育會所舉辦的這個活動 我們也特別來這邊 跟新移民共襄盛舉 那對於新移民的 不管是一代或二代 事實上我們政府機關 有相當多的一個協助 或賠利的一些作業的過程 那我們也非常歡迎 如果遇到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掐我們的服務站 我們會在法律和準許的範圍內 給予最大量的一個協助 其實在金融市海科館的這個潮進公園 那很適合就是各團體 可以來這邊辦一個 建走或是慢走的一個活動 那這整個有山海之美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步道 跟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園區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其實真的是非常適合 包含像今天的這個新住民 全國的這個建走活動 就在這邊舉辦 包含我們很多的像很多運動學會 其實我們也很歡迎他們來這邊 可以看看不一樣的基隆 其實這個環境都已經跟以前 已經改變很大了 那歡迎所有全國的各機關團體 所有的民間團體都來這邊辦 不管是慢走 建走 還是是這個42公里的 21公里的 10公里的 這些長跑活動你都很適合 打炸基隆隊 GO! 警察局長張樹德率領了行大同仁 特別到場 向民眾宣導常見的詐騙伎倆 讓民眾認識反詐騙的重要性 很高興 今天是體育總會舉辦的新住民嘉南華會 那警察局也利用這個計畫來宣導打炸 打擊詐騙 也勸導民眾認識詐騙的危害 因為據統計去年整個假投資的詐騙 高達快40億很嚴重 所以大家真的不能親信假投資 其實他騙你說 花小錢可以賺大錢的假投資可以獲利 任何平台任何APP 請千萬不要點擊 因為你一點擊就落入歹徒的 這個圈套會損失大筆金錢 一定要記得一聽他說什麼 那個惡掛就把那個 那個詐騙的情境把它掛到 第三一定要報警 打165 警察會提供必要的幫忙 來自全國十多個縣市 新住民齊聚一堂 享受美食 欣賞舞蹈表演 雖然天工不做美 但民眾卻收穫滿滿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